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马斯克恢复特朗普推特账户 加拿大高官将出席世界杯比赛 三名嫌疑人在梅里特市绑架后被起诉 多伦多流感大爆发 C12B欠薪者拒绝向税务局还款 巴士工会忧虑温冬安全问题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日 我是K了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误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马斯克恢复特朗普推特账户 马斯克周六恢复了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账户 马斯克是在晚间发布这一消息的 当时他举行了一项民意调查 要求推特用户就是否应该恢复特朗普的账户 点击是或否 赞成票以51.8%获胜 此前马斯克曾表示 在决定恢复被暂停的账户之前 推特将建立新的程序和内容截至委员会 马斯克在推特上写道 人民已经发生了 特朗普将复职 人民之声 上帝之声 不久后 特朗普的账户再次出现在平台上 其中包括他之前的推文超过5.9万条 然而截至周六晚新时候 该账户没有新的推文 马斯克在特朗普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4天后 恢复了该账户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真的会重返推特 在被禁止之前 特朗普是一个无法被压制的推特用户 他过去曾表示 即使他的账户被恢复 他也不会重新加入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国新闻 加拿大高官将出席世界杯比赛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周日表示 国际发展部长赛贾恩将于本周前往卡塔尔 参加2022年国际足脸世界杯 声明称 赛贾恩将于11月21号至23号抵达卡塔尔 并将由坎伯兰科尔切斯特议会的议员 埃利斯陪同 该机构补充说 除了为卡塔尔的加拿大男子国家足球队欢呼之外 萨贾恩还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 一起参加三边体育外交活动 在卡塔尔期间 萨贾恩将与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部长 谢赫·莫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会面 讨论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发展问题 三名嫌疑人在梅里特市绑架后被起诉 三名嫌疑人与BC省梅里特市绑架案有关而被捕 BC省皇家骑警应急响应小组 和梅里特皇家骑警于周五逮捕了嫌疑人 因为他们试图逃离警察正在搜查的房子 梅里特皇家骑警罗达忠实说 嫌疑人试图逃离警方 但警方能够追踪并逮捕这些人 警方找到了受害者 没有人员受伤 周五下午 普里斯特大街1300号街区发生枪击事件 警方注意到一起正在发生的事件 警方看到一辆嫌疑车辆逃离现场 罗达说 当警察抵达该地区时 一辆深色轿车正从该地区挤驰而去 这辆轿车停在梅里特尼古拉大道1700街区处 住宅附近 警方表示 已经在起诉这三名持枪劫持人质的嫌疑人 目前尚不清楚嫌疑人是否参与了 最近在梅里特发生的一系列枪击案 但警方表示 他们被拘留后社区会更加安全 多伦多流感大爆发 因为流感正在迅速蔓延 同时COVID-19和呼吸道荷包病毒 2SV感染也在激增 病毒继续袭击儿童医院 加拿大儿科协会周五呼吁 每个家庭应该确保他们家里的每个人 都接种流感疫苗 该组织表示 5岁以下的儿童和有慢性疾病的儿童 如果感染流感 更有可能需要住院治疗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TPH指 与往年相比 今年流感活动急剧增加 在11月6号至11月12这一周 TPH报告了484例流感确诊病例 而在COVID发生之前的5年里 每一周的流感确诊病例平均为9例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员谭勇施 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儿科年龄组的病毒传播增加 可能会传给老年人和那些身体免疫力低下的人 C2B欠星者拒绝向税务局还款 为了能够帮助那些失去工作和收入的人们度过难关 加拿大联邦政府推出了COVID-19疫情福利金 然而截至目前 仍有成千上万没有资格领取福利金的人们拒绝还款 包括每月2000加元的紧急救济金C2B 和加拿大恢复救济金CRB 据报道称 今年5月 加拿大税务局C2A 向超过26万名加拿大人发出通知 表示他们收到了无权获得的福利金 而且必须偿还 但根据本周早些时候的文件显示 截至9月 这些人中只有大约19,000人偿还 人数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 文件表示 自5月以来已经偿还了约1600万加元 但仍有12亿加元尚未归还 新民主党的金融评论家Daniel表示 联邦政府应该仔细研究 并确定他们中哪些人属于低收入人士 并为这些人提供债务特赦 巴士工会忧虑温东安全问题 据报道 代表大温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 行驶温哥华市中心东端的司机对安全深感担忧 认为帐篷城让开车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 工会Unifor Local 111总裁曼恩表示 帐篷城让司机开车时心惊胆战 因为两边的道路经常被堵住 曼恩补充说 巴士在温室东端行驶时 不时有人突然冲出马路 或者直接在巴士面前行走 司机每次都担心会发生意外 他又指 自今年1月以来 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当有26辆巴士被人用BB枪破坏 在3月时 一名司机被乘客喷防熊喷雾 亦有司机报道称被乘客袭击 万恩表示 希望BC省长一大位上任后 能够改造温哥华市中心的东区 并确保当司机开车经过该地区时 他们会感到安全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观看